第六百七十六集 白雾丹尊看了一眼叶尘 眼眸闪烁光泽 这是从叶尘身上 套出夜视天消息的最好时机 如果灵一丹尊真的救下叶尘 以这小子的脾气 自然不会说出那个秘密 所以这个时候 白雾丹尊动摇了 他心中的唯一想法 便是拿下叶尘 数秒之后 他叹息一声道 灵一将夜尘交出去吧 否则今天可能会引起血战 为了夜尘一个人不值得 他缓慢地说道 现在的局势 我们没有一点胜算 你 灵一丹尊怒不可言 一甩袖口道 记住你说的话 灵一丹尊纵身来到夜尘身前 你赶紧走 眼前的局势 我拼死一战 可以送你离开 他郑重地拿出一枚玉佩 交给夜尘道 请你告诉林清玄前辈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拼死护送他的弟子离开 他的恩德 我只有来世再报 夜尘没有收玉佩 而是淡然地扫失 十多位强者和三位单尊 你们这些废物 真以为能灭杀我 昆武丹尊冷哼一声 今天是大半个丹须阵的顶级强者 要击杀你 是吗 夜尘毫不在意 眼前这些帝尊敬强者 刚才杜劫时 根本没有出权力 甚至只出了四分之一的力量 他有绝对的把握 将眼前这些修士全部诛杀 既然你们一起上 那我今日就挑了你们所有人 正好你们都汇聚到一起 也省得我到处去灭杀你们 夜先生 洛瑶随着洛乌鸦一同落在擂胎之上 匆忙地拿起传送玉佩道 我们赶紧走 这些帝尊性强者太多了 你不能陨落在这里 我们赶紧走 不然爹和长老们以及单尊的新收可就白费了 夜尘轻轻地拍了拍洛瑶的肩膀笑道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说完不理会洛瑶 他直接走到擂台中央 环顾所有的敌人 以及远处四散离开的伞修们说道 差不多了 都出来吧 布阵 灭杀他们所有人 众人都还在懵然中 只见天地间闪烁出四道剑光 剑光沟通天地 分别代表风雷金火四种属性 犹如四根神柱 散发出无数的剑气 纵横交错地将擂台方圆万米的空间封锁 乃是当初夜尘封锁皇家天才的剑阵 四根神柱之下 矗立着四位青年 皆手持武器 赫然正是皇武枪皇震天 完颜破军 以及另一位巅峰强者 他们浑身上下散发出横骨的气息 黑发乱舞 英姿伟岸 道员静九层天的修为 释放出来的气息 却如帝尊敬强者一般 犹如四位神将 驻守天地四方 下一刻 他们统一抱拳道 主人命我等 来听从夜尘主人的调动 此刻 剑阵仪封锁空间 请主人下令 洛瑶长呼一口气 惊讶道 夜先生 居然见夜市天的四个手下接过来了 反而布置大战 是要将三大家族和三位丹尊一网打剑 这也太疯狂了吧 不愧是夜先生啊 昆武丹尊 第五位丹尊 行天丹尊三人 神色阴异地看着黄震天等人 手中兵器已流转秩序神烈 他们没想到 夜尘居然将这四人借过来了 要杀夜尘倒是有些困难了 你等听令 借剑阵之威 主杀李家崔家王家 抵尊敬之下的所有人 我说过 三家必灭 夜尘平淡地下令 一阵铿锵枪之声传出 片片金光碎片飞来 贴在他的身上 一套金色铠甲浮现而出 夜尘雄姿薄法 英姿伟岸 天人合一 以呼一息间 轮回之光覆盖天地 如一尊战神从远古走来 这种旺盛的契机 如一片星河在涌动 恐怖绝伦 光滑遮天蔽日难以正视 他动用了真正的修为 挥动星辰剑 直指着星天丹尊 杀 顷刻见 大战爆发开来 双方帝尊境 道元境 乃至于虚王境 都各自寻找对手 小杂碎 今天我毙了你 星天淡尊张嘴 吐出一张古琴 左手一弹 一道音波飞出 简直如天道一样犀利 劈开一道裂缝 想将夜尘吞了进去 他右手驾驭一轮 青色大顶 清光一闪 龙影闪现 横渡百丈之远 如若一条钢铁长城 强横至极 而后一生清明 龙影动九天 配合音波 绝杀夜尘 夜尘身体横过 一条钢铁长城 绞杀而过 扫落下一片青灰 形成一片废墟 要不是夜尘闪得快 如此一击之下 恐怕已经受伤 夜尘祭出星辰剑 勾动方圆百米的灵气 瞬间化作千百星辰巨剑 杀向行天丹尊 无尽黑暗散去 无穷星辉 如瀑布一样聚来 成千上万道 垂落下来 将青色龙影摧毁 行天丹尊 青色大顶 却是飞来 将所有星辰巨剑崩碎 剧烈的爆炸 让夜尘和行天丹尊 都暴退开去 两人暂时打得不分上下 不行 这样拖下去 即便我全灭他们 骆家之人也会损失惨重 夜尘目光扫过其他战场 骆家帝尊敬强者 正在被围攻 骆乌鸭等人 在被王坤和李璐围攻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在轮回墓地中说道 血前辈 借我些力量 血七叶沉寂片刻便道 好 随即 血七叶打出一片血光 言道 这些力量 能让你完成这场战斗 过后就会消散 只不过你的身体要承受无尽打击 言霸 血七叶神念淡了些许 谢了 夜尘浑身闪耀出九种光芒 铿枪之声不绝于耳 一片又一片的光芒 附在金色战甲之上 轮回气息绽放开来 阵天朔地 此刻夜尘的力量已经媲美帝尊境 他右手持星辰剑 左手一拳挥出 大气磅礴 更有血龙齐鸣 逆天搏杀而出 什么 你身上的气息怎么变成帝尊境了 你到底是谁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行天丹尊神色大变 挥动青色大顶立于身前 并将昆武丹尊一把拉了过来 行天 你做什么 我正在猛攻灵一 很快 正当昆武丹尊说话时 血色拳头猛地杀来 各种力量贯穿了昆武丹尊的身躯 一连串爆裂声传出 昆武丹尊当场炸成 漫天血肉 神魂都在刹那间覆灭 一代帝尊境四层天的丹尊 就此陨落 正当此时 所有作战的人都恶然回过头来 凝视着傲然而立的叶尘 心惊不已 轰隆一声 全尽盖世 叶尘一连打碎了三位 崔家可亲长老 如入无人之境 星辰剑一划 无与伦比的飞剑 滑跃而出 连续洞穿了王家四位强者 七位强者 在叶尘两招之下 全部覆灭 与此同时 简威扩散开去 将崔家和王家三四十位 道远镜修饰 以其抹杀 地面一片血肉模糊 四处都是残枝断壁 原以为 圣权在握的三大单尊和三大家族 此刻生生被叶尘压着打 近乎所有的道远镜和虚王镜都覆灭了 不 叶尘 你饶我一条命啊 崔月猛地跪在地上 不断磕头喊道 我给你磕头道歉 你饶我一条命 然而 叶尘根本没有留守的打算 一股杀一波席卷开来 将崔月腰斩 神魂都磨灭了 黄湛天等四人也停下攻击 各自助手 剑阵四方 凝视着 如若神将般厮杀的叶尘 心惊不已 蜿蜒破军 暗自择舍 主人 这修为也太恐怖了 难怪能击杀 血灵族六人 即便是我派 太上长老出手 也绝对不是 主人的对手啊 主人神威赫赫 纵然老辈人物 也绝难抵挡 主人这么年轻 便有这般修为 注定是对抗 血灵族的天选之人呢 见证之外 若寒看着这一幕 若有所思 决定大战结束后 一定要找叶尘 好好地商议一件事 叶尘是他见过的 唯一有资格 开启那东西的存在 那东西关乎华夏 关乎昆仑须 关乎血灵族 而此刻 剑阵之内 洛瑶正想攻击敌人 叶尘的剑波席卷而过 将他眼前所有的 虚王镜敌人 全部诛杀 洛瑶见状 长嘘一口气 转瞬间 却是气鼓鼓地喊道 叶先生 我知道你厉害 你不会给我留点对手啊 他双手插着腰 亏本姑娘 刚才还想拉你走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真是的 害我白担心一场 叶尘对于洛瑶的话语 没有丝毫理会 挥舞星辰剑 剑波席卷剑阵上下 无可匹敌的力量 堪称盖世无双 崔家 王家 李家 三家 上上下下 无论半部帝尊境 还是道元境 虚王境 所有人 都倒在叶尘 剑波之下 神魂都被磨灭了 洛乌亚 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其他五位 洛家强者 更是苦笑一声 三大家族 三大家族 居然还想灭杀叶尘 这简直是开玩笑 叶尘这实力 抹杀整个丹须镇 都绰绰有余了 关键 谁能想到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 叶尘 竟然成长到了 这个地步